hello大家好我是赛水 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 最近降温真的是非常厉害 杭州这几天都已经去到零下了 所以这一期依然是给大家安排一些冬装的推荐 之前已经给大家分享过棉服羽绒服这些外套类的单品 还没看了可以补一补 那么这一期要聊的就是冬天大家必备的一些内搭了 其实这类单品我今年冬天还是买的比较多的 毕竟像羽绒服大部分人都不会买很多件一直去换 那多样性的内搭反而是秋冬穿搭的主角 这一期先给大家分享六件 如果大家对于这类单品需求高的话可以点个赞让我知道 想看的观众多的话我会再做一期分享 当然不要忘记关注我的频道 接下来我基本上还是会以一个从薄到厚的顺序来介绍这期的单品 同样每件单品大家还是可以给到一个1到5分的打分 那我们现在开始 第一件是ST Roller的一件亨利领的打底 如果大家平常穿圆领长蹄穿的有点腻的话可以考虑换一下口味 这件是我在双12的时候买了他们的网季单品 所以价格上还是非常优惠的 我记得大概是150左右就可以入手了 整体虽然是一个白色素色 但是我觉得细节做的还是很到位的 比如领口的部分他用了这种比较硬挺的人字纹的面料 胸前有一个小小的刺绣作为点缀 效果的部分也是采用了这种定制的螺纹 包括内领的部分也是用了这种灰绿色 今年冬天我还是非常喜欢这种饱和度比较低的绿色的 小标的细节我觉得做的也不错 那对于这种素色的内搭 我觉得设计像这样简简单单的就比较好 而且也比较容易搭配 面料方面虽然它没有位移那么强的保暖性 但它的厚度还是要比一般的长层来厚一些 上身的话也是一个偏宽松的版型 给大家参考一下1-5分来打个分吧 第二件是来自GRABMAN GO的条纹内搭 那除了素色以外 我觉得条纹就是最好搭的款式之一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大部分条纹它都是会既有深色又有浅色 所以你不管搭配深色外套也好 浅色外套也好都不会觉得违和 而且其实在偏日系的穿搭里面 条纹这种样式的出现率也是非常高的 那这件虽然看起来是一个条纹长梯的样式 但它面料达到了340克的克重 所以其实穿起来会有厚实的感觉 那这种定制的条纹面料近看的话会有一些细密的机理 相比起传统的条纹长梯就会来得更加有质感一些 修行的部分有一个很实用的口袋 那上面也是有一个很饱满的立体刺绣logo 在下摆以及背后也是有用这种皮镖作为点缀 这件的绣火螺纹做的也是比较紧实的 所以哪怕你外面穿一些比较宽松的外套 也不用担心保暖性 版型方面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 落肩偏宽松的款式 很适合大家做一些叠穿 这件我穿M码就足够了 上次下午给大家参考一波 1到5分来打个分吧 下一件来自Burton 这个品牌可能有些观众不那么熟悉 但它其实是滑雪品牌中的王者 上个世纪创立到现在也是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而且这个品牌的创始人 Jake Burton也是被称为单板滑雪之父 我手上这件来自Burton的Analog系列 所以你在胸前可以看到一个AG的logo 这个系列历史也要追溯到上个世纪了 一开始它其实并不面向市售 并且基本上都是从滑雪球出发 在这个系列发展过程中 其实也有大家非常熟悉的人和Burton合作过 比如说Acronym的注意人Alson Hugh 所以这个系列单品天生就带有非常强的机能属性 从外形上你就能感觉到这件单品蓬松保暖的属性 手感摸起来也非常的柔软 给人一种羽绒背的感觉 其实它填充的是一种隔热保暖的科技面料 表面也是采用的素杆防泼水的材质 我觉得这件单品就非常适合作为秋冬穿搭的一个中间层 那你在里面再加一件打底就会有非常好的保暖性 中间的部分翻开 这里其实还隐藏了一个容量非常大的口袋 袖口以及下摆都是这种带有弹性的设计 比如大家可以看到右侧这里还有一条拉链 当你把拉链拉开之后呢 下摆就会变得宽松让你更加容易活动 而且在叠穿的时候 这样的设计也可以露出你的内搭做一个小层次 赚到背后也是有Burton的logo以及analog这个系列的印花 相比卫衣毛衣这些比较传统的保暖单品 我觉得这件的优势就是 它能在做到亲自的同时兼顾保暖性 穿起来没有什么束缚感 也是给大家参考一下上升效果 1到5分来打个分吧 下一件是来自NICOL M的一件卫衣 虽然它整体是一个素色的设计 但是它设计点还是非常明确的 大家应该也看到了 它就是做一个假两件的设计 表面其实是一个米色 有点偏卡齐的感觉 那里面是一个白色的半高领的设计 如果大家想穿出层次 又不想花太多复杂的心思的话 我觉得这种假两件的单品就是最好的选择 虽然它不是一个连帽的设计 但它也有做一个帽绳作为装饰 作为内搭 我觉得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这件稍微薄了一些 对于南方的地区可能勉强还凑合 但是稍微再冷一丢丢 我觉得可能就有点难顶了 一样给大家参考一下上升效果 1到5分来打个分吧 接下来两件都是比较厚实的重磅唯一 对保暖性要求比较高的观众可以考虑入手 首先这件来自Greban Go 它采用的是380克的抓绒卫衣面料 摸起来手感非常柔软 穿上升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自然的堆叠 这件卫衣可以说是我今年秋冬穿的最多的一件单品 因为它足够基础百搭 虽然整体看起来比较素 但其实胸前有用无色突映的方式做一个非常低调的logo 同时有配两条不同颜色的帽绳 那你可以选择保留两条做出一些造型感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抽掉其中一条来选择你更加喜欢的配色 这件基础的单品本身也有很多个不同的配色 那每个配色都是有两条不同颜色的帽绳 肩布以及袖口都采用了双线加布的工艺 这样的工艺也是可以让一件卫衣变得更耐穿 对于连帽卫衣 另外一个我比较在意的点就是帽型 像这件的帽子就是做的比较厚实挺阔的 采用的也是双层的面料 这样的处理 即使你平常不戴起帽子把它放下来 它看起来也是比较饱满的 另外在帽子背后其实还有藏一个小设计 这里有一个滑可以方便让你把衣服挂起来 另外这件卫衣的领标也是坐在帽子底下的 这样你平常哪怕是贴身穿的时候 也不会在脖子后面感到有一些领标的异物感 价格方面满简之后应该200出头就可以入手 那上升效果也给大家参考一波 1到5分来打个分吧 最后一件来自这两年大热的一个品牌 Nautica 也是因为常古穿到所有价值 这个品牌的单品几乎成为了City Boy风格的标配 如果要用三个最简单的信用词来讲这件衣服的话 就是大宽重 夸张的落肩加上一天的秀宽 以及你稍微矮一点就可以当裙子穿的衣裳 整体又大又宽的处理 不知道符不符合大家心里所想的样子 但是我要给一个最中肯的建议 那就是你买Nautica的衣服一定要买小吃嘛 千万不能按照你平常买衣服的尺码来买 像这件我穿L码的效果真的就是非常非常巨大 跟那件最爆款的连帽衣衣不同 这件衣衣并没有明显的logo 只在袖口处有一个小小的三角旗的标志 面料方面确实非常的重磅 而且它会给我一种原始的粗糙感 就是它摸起来并不是像传统的衣衣那种柔软的面料 举个不恰当的比喻 我觉得大家平常穿的衣衣可能就像洗水的牛仔裤 而这件衣衣就有点像圆牛 包括它领标上面写的也是Vintage Collection 所以它呈现的效果更像是那种传统的美式唯一 有一种粗糙耐穿的感觉 价格方面并不算便宜 但如果你喜欢这种风格的话 我觉得还是可以尝试一下的 那最后也是给大家参考一下上身效果 1到5分来打个分吧 OK 以上就是这期六件冬季内搭单品的分享 不知道大家看完之后最喜欢哪一件呢 都可以通过弹幕或者评论形式来告诉我 还想看到更多这类推荐的话 不要忘记关注我的频道 也希望大家可以点赞 收藏 转发 支持一波 最后也是祝大家新年快乐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